记者林美雪台北报道,今年无三联奖得主文艺讲座已打开新房,看见台湾为主题,邀请到四位去年底辅得第四十届无三联奖的得主,林亨台、夏曼、兰波安、梅丁衍及潘小霞,透过讲座平台分享他们的文艺经验和成果,看见真实的台湾和感受台湾的真实。 最近一场为5月26日,周六,下午2至4点,在228国家纪念馆,由艺术家梅丁衍主讲身份,国足与认同梅丁衍,1954年出生于台北市,以精辟深刻的观念艺术,在台湾当代艺术发展过程中,建立了一个鲜明而备受推崇的重要地位。 旅美期间,关注身份认同,透过作品探讨政治议题,特别是台湾的国足认同,历史取势与国际地位的议题。 翻台之后,他透过各种不同媒材从事观念性的艺术创作,表现出反省性与批判性的观点。 从1990年代至今,发表许多被视为是台湾当代艺术经典的作品,都能针对当时台湾社会的现实语境,做出观念艺术的反思,成为令人印象深刻的时代经典。 2014年,于台北市立美术馆的回顾站巡美气势1976-2014回顾,从追寻两岸间纠葛不清的政治情节,到反省寒战后,美国文化的对台倾销,再到思辨退出联合国后的外交困境,以及解延后难解的两岸关系,不同阶段的作品,符号般的点出当下的社会情境,做出以真剑血的艺术诠释。 恰似一部幽默版的台湾近代政治史,对美丁眼而言,不断地创作,是想极有艺术的反转,寻觅出另一条诠释历史的道路。 吴三连奖次世文艺巡回奖作美丁眼长5月26日举办,吴三连奖基金会提供。